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有专访到 以及将要开个人演唱会的鼓鼓 然后还有大家最爱的开箱单元是 红唇 烂布 护 所以千万不要转台 再来还有最后我们有请到真真老师 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开运小物 所以请准备好你的零食 我们马上要为大家关心一下时尚的娱乐大师 时尚精品品牌Coach为了庆祝2020早春马车图案 系列上市在台北101奢华概念店举办了时尚派对 同时揭晓全新的早春系列商品 而其中最有看头的就是新马车logo 不仅成为服装写款的印花 也出现在各式包款上 除了标志性的马车图案印花 学院风条纹 70年代复古剪柴 还有经典的手带轮廓 也都强势回归 每样商品都让人爱不释手 品牌也邀请到了王阳明 陈婷妮 福元爱 许光汉等嘉宾出席 让活动现场星光熠熠 大家好 我是小爱福元爱 大家好 首次出席时尚派对的福元爱 选择马车图案的印花洋装 搭配黄色皮衣及黑色后领靴 展现出时髦俏皮的一面 金曲歌后爱怡良则挑选了高羊毛短板夹克 搭配波卡圆点洋装 黄野之中带一点俏理性感 我觉得我今天的穿着可以用一句来概论 是 就是我是一个成绩非常好 深得老师喜爱的孩子 但是下课后就会去玩泥巴展 还是想要柔中带钢 所以我觉得可爱和复古的外表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让自己的 比如说皮革的剪裁 或者是看起来非常有分量的外套 去证明你是有态度的这样 而人气女星陈婷妮 以此生最短发亮相 身穿马车图案印花长洋装 外搭学院风条纹的飞行夹克 宛如70年代复古女龄 像我自己其实很喜欢 oversize的穿搭 所以其实像我今天 如果是穿这样长洋装 我里面可以再配一个宽的牛仔裤 我觉得其实也会是 另外一种比较休闲的风格 男装的部分也很心惊 新男演员徐光汉 选择了皮革骑士夹克 搭配的圆领真直衫 洋溢着美式大男孩的阳光气形 亚洲登场的王阳明 穿上早春系列当中 最具代表性的蛇灵夹克 搭配的马车图案T恤 皮裤及复古球鞋 浑身散发着摩登叛逆的男性美丽 对 我本身就是很喜欢 復古的不管是手表也好 车子也好 那当然在fashion里面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同的年代 偶尔拿出来 像一些复刻系列的东西 搭配起来真的是很帅气 特别是这个Shirley这个颜色 然后就像你刚说 再搭配这个颜色起来 真的有復古但是很帅 所以这件你会非常推荐给所有的男性朋友 当然 就是这一件就可以让它成为你整个穿搭的亮眼处 对 必须品 意大利鞋鱼品牌Hogan 日前发表了春夏新品记者会 找来的大马王子谢家健 以及台版龚崎奎简廷锐 而日前被拍到酒后丑态的谢家健 在活动现场也澄清 是想要慢慢丢掉偶包 以最真实的样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才会故意叠个四角朝天 我觉得这有两面说法 一个可能觉得 夏天也有其他另外一个可爱的一面 就是很放松的一面 因为平时在可能在荧幕上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就是很丁 就是为了要保持一个形象 所谓什么男生帅哥 这种偶包 对 偶包 我觉得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 这些偶包开始慢慢把它丢掉 这对我的演艺世界来说 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开始 对 他也进一步表示 喝酒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 只要记得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的原则 同时也不忘宣传品牌 表示要选对一双好的鞋 才不会再次摔跤 从健身下来是一个好的示范 代价要找代言的可以找我 然后要选对一双很好的鞋子 才不会摔脚 对对才不会摔脚 Hogan 2020春夏系列 以冒险公路旅行的概念为主题 因此色系上可以看到许多森林绿 花卉红以及透明的色系 而唯一不变的是 Hogan内增高鞋的设计 让身高比较娇小的简婷锐 直呼要多买几双给家人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因为其实我在 还没有拥有Hogan的鞋子之前 有时候就是如果我真的 就真的女生也更会 就是加那种鞋垫 然后我就会可能在自己的球鞋 布鞋里面 真的是买那种鞋垫来放 然后我可能身边有一些那种 比较娇小的朋友 就是可能150出头 我还曾经看过他们里面 就是可能放两三层鞋垫 我就想觉得天哪也太难走路了吧 我觉得这样子很难走路 对我觉得其实那样对脚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会 就是非常的大力推荐他们说 不用再装那么多鞋垫了 对因为其实那鞋垫都蛮 不是那么好走 我觉得会伤身体和脊椎 其实你常走的话 其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的 过年当然就是要看电影啦 其实自从2010年 蒙甲在过年期间上映 有破译的好成绩之后呢 有许多的电影都会选择在过年期间 希望能够求一个好成绩 但是呢 今年就是特别的冷淡 有可能是因为过年的关系 所以一直到了12月 才有确定两部电影 在过年期间上档 而我们第一部呢 要介绍的这部电影 就是由柯佳燕主演的爱情片 叫做《你的情歌》 听起来就非常浪漫 对不对 那这部电影的导演 安竹坚呢 她既在《追婚日记》之后呢 她所推出的第二部 有关于爱情喜提的片子 柯佳燕呢 在片中她所饰演的是一个 非常有气质的音乐老师 但是她因为失恋之后呢 决定要到花莲自己一个人去流浪 没想到呢 遇到一个对教育充满报复 但却不得志 由傅孟博所饰演的流浪教师 还有一个对歌唱充满天赋的学生 谢博安 他们三个人呢 为了要去参加一个歌唱的实境节目 而谱出的一段爱情故事 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浪漫 让人期待对吧 而《你的情歌》这一部片呢 其实有点像在跟观众对话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找到一首属于自己的爱情情歌 然后不管每一次当你听到 或者是自己唱的时候呢 都可以回忆起生命中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你思念的人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的 精彩预告片段 你好 你有什么特殊才艺吗 我希望我看一张模特儿 可是 我会演戏 你多大啊 36厘啊 我们是来自这个花莲的 午夜店 接受团体课程吗 放下我的面 再一次 再一次 来 有点运动家精神 音乐家 我什么要运动家精神啦 请问在哪个宇宙里 我心里的家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你不知道啊 你这个人总什么都不知道 还可以当老师啊 我不知道 从你出现之后 我就没有办理了 我必须要运动 海森寡的票 我给你买 来 我以为 瘦窗过后的流浪 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拥抱过 逃不完 看了明天 快来 等待下次海呢 用尽力气 力气 力气爱 闭上双眼 慢慢旋转 等待微笑说 hello and goodbye 一脚踩着油门 一脚踩着刹车 车子是不会动的 这算我爱情片 接下来是喜剧咯 其从天降这部片的故事 主要是在讲说 由柯宇伦饰演一个 非常小气的房仲 他买了豪宅之后呢 却不带小巴 就是饰演他的老婆入住 因为他心想说 可以以一个高价 然后卖出 然后赚取财富 但是呢 正当房子要卖出去的时候呢 却天降了厄运 有一个莫名其妙 从天降下来的一个大体 让这个豪宅瞬间变成了凶宅 听到这里大家心想说 这个题材应该蛮严肃的啊 怎么会是喜剧呢 还没完 那这些人呢 为了要隐藏 这个是一个凶宅的案情 所以呢 一群人就开始展出了 就是衍生出一个 一起抢钱啊 或是抢大体 非常荒谬的喜剧 听起来应该是蛮报效的 非常适合和家境去观赏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听台片段 全台唯一公园四建筑 NASA钢古科技 酒店式管理 世界首选 极致尊荣 回家就是度假 抬走 放下 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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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是廖伯伯吗 是廖伯伯 是廖伯伯 那是廖伯伯 跪啦 不是啊 你说跪在哪儿了 是啦 你没有赤都砸到金库了 这是美国上代新的太空科技所 眼睛对眼睛 盘情派派的 不要 芊菜啦 伸出你的舌头 拉下去啦 你想不然辣到辣了 不要 严肃失败 我不是动影一下 我也是十七五 风速十五英里 你目标无距离六百七十五码 但我两个心 零距离 哎呦 你的美 让我窒息 那你怎么会 我 拿过来 什么时候可以留个自己的家 你真的是帮我留一刀 哎呀 要搞什么 这样啊 现在没孩子都不在乘 你还要等着 那闭小闭闭 指负给我 过年我们就是要红紫子 所以我觉得正红色就是大家 必备要有的纯糕 对 它就是有一种像 好温柔 那种感觉 从MP魔幻力量单飞出去之后的鼓鼓 其实也常在看到它出现在很多的跨年晚会啊 还有演唱会等等 而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人 他除了去年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 重动之后 他也非常惨言 就是说 他其实这张专辑 他是经过呕心力血的 就是掏心掏肺才交出来的一个作品 所以算是蛮沉重的一个过程 但是绝对是一个好作品啦 而他今年二月就要开个人的专场演唱会咯 所以喜欢他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到场支持 而我们今天的潮专访就专访到他咯 当然不只要访他 还要跟他玩一些小游戏 而鼓鼓呢 他人也非常的好 也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让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他送给大家什么小礼物吧 哈啰大家好 我是鼓鼓以四位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张专辑是我的第二张创作专辑 然后叫做《虫洞》 那这张专辑 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有三年之久了 那因为上一张专辑其实严格来讲 它应该算是迷你专辑 因为它只有六首歌 其他都是一些重新编曲啊 然后或是remix版本的音乐 三年前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当歌手 然后站在舞台上 然后一个人要面对所有的事情 跟以前以往的团体来说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三年我消化蛮久的 MP《魔幻力量》之前我是玩乐团出生 我玩了非常非常多的乐团 不知不觉在我发完第一张专辑后 我竟然跟这些音乐 就是我玩的乐团 我玩了十几年的音乐 完全是无相关 然后再来就是这张专辑的诞生 主要它来自于我发现 就是我看了很多堂演唱会之后 然后还有很多宣传 一开始不太懂怎么面对大家 怎么讲话 一切都是这两三年中的学习 让我发现说 真正认识我的人 跟透过电视或透过音乐认识我的人 他们认识的我是不一样的我 然后而且这两个我有点差距落差有点大 那我就在思考说哪一步做得不够好 然后让大家没办法从音乐里认识我 然后这张专辑几乎企划都是 就是跟制作人一起来做的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设计 都透过了无数次跟专辑设计师的开会 然后包括这一张专辑的MV 也都是我们有群组一直不停地跟导演开会 还有前导影片等等 然后参与了整个这个概念专辑 如果是二十几岁左右的小朋友 或者二十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我希望他们听到这张音乐是新鲜的 就这些音乐是他们没有听过的 觉得有趣 跟他们平常听到音乐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我三岁左右的这一代的 听音乐的朋友的话 我希望他们听到的是一些情怀 就是他可以听到小时候听到的声音 包括故事包括广播 我希望这张专辑在他们聆听的时候可以带起 这是我的故事 但是我希望可以让他们藉由这张专辑 回忆自己的故事 然后停下脚步来思考 诶 我出社会这么久 那现在的我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我 如果我是不喜欢的话 为什么 要回去找原因 然后好好的回去看看过往 自己错过或是逃避过的那些遗憾的瞬间 MP没有人偷换我自己 我自己要承担的事情更多 然后以至于比如说我本来不是歌手 我想出来唱歌 加上我本来不是舞者 我要跳舞 这些东西都要花我的很多时间去消化 那劈里啪啦可以过这么久再回去录音室 有机会把我的这些demo 然后回到以前我们玩乐团的地方 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录音室 来帮我完成这张专辑 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 那这张专辑 有很多个讲话的track去完成 是因为我希望如果从头到尾联听的话 观众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故事 然后这都是所有的年份 和所有的举序的安排 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没有一样是随便的 这一个封面 因为我们家专家虫洞嘛 所以设计师给了我一个这个 很多小洞洞的那个封面 没有脸的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脸会主要一个人思考 但你看到这个人的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就是谁 当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 比较会去听他的音乐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那这个很多的洞是什么意思呢 其他社会所有的这个 半圆形的东西都可以翻开 那这张是我的故事 可是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故事 好你可以翻开翻开 你可以翻出一个你自己的封面 当你在最无助的时候 在这个黑暗里面的时候 你总是会看到一些光线 让你知道好像没有那么dark 当你把这个鸽子本一抽出来的时候 只有你一看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那些希望是你自己 就当你在最无助的时候 能帮助你的 大家说朋友家人 没有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的念头可以帮助你 我希望这个歌词 你们看起来 有点像是一个展览的导览 法想生是一个展览 然后你们一首歌 是一个一个一个故事 然后我们再来 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 或者我们来看展示 我们会拿这一本menu 然后看这个是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类似像这样子 去听这张专辑 所以里面也放了很多的 比如说科学公式 跟虫东有关 其实这都是 其实科学跟艺术 跟人类文化 还有这些文字 它其实是完完全全的 是在一起的一件事情 可以做出这样的专辑 我非常开心 因为要感谢公司 让我做这么多的图片 推荐大家那个好了 先得放好了 写给家人的故事嘛 大家都知道 家是很私密的一个地方 那我为什么愿意分享我的故事呢 是因为 我今天有机会成为一个工作人物 虽然我的影响力不知道 大或是小 但是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是因为我让大家知道说 我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我怎么样长大的 那我今天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愿意做这些事情 我愿意说出来 表示你很勇敢 只要你有勇气 你勇敢 很多事情都做得到 但我来自这样的家庭 然后我有这样的反思 然后我对自己有这样的期待 也许你也可以做到 2020我就希望说 我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然后更聪明 更少食物 希望身边的朋友都健健康康的 每一天的那个 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太一样 今天的话我会有点想要 回去昨天晚餐 昨天晚餐吃太多了 好 大家好 现在这是什么 古林金怪红包袋 现在请可不可以抽一个红包袋 解开里面的任务 好 你猜我会先抽哪一包 因为是鼠年骂对不对 何小编PK一口气 能念出多少吉祥话 谁是小编 就是我 好 今天不能恭喜 八成吉那如一期大事 的话该不会影响到 福尼也有语 是跟平安在吉大利 万家的幸福 落到海出品 男生心有 就是真心 反正不开 高手舞 就像龙凤臣 胸肌日满脑 也年线 肤心高高 小孩的健康 高的世界生命 挺不敌予 书瓜无天前途 无量美 我们的真心 福相随 出泪 好 出泪 很快的 倒累 来 三 二 一 月圆来 招财敬寶事业 希望 出年年天年 数一数二 做我所属 属不屍属 神仙眷属 我不相信 你没有偷换气吗 没有换气 真的假的 神仙眷属 好夸张喔 神仙眷属 OK 好 那你这 我到这里 神仙眷属 算多了15个 16个 我没有偷换气 我有停气 下一题 好 下一题 那我再抽这个 打包的 这好像叶旦卡片 画出一张包含 鼓鼓 虫洞 乐高 在内的赫年卡 那你说你很乖话 谁说的 你常过年都会躲 陪陪家人 会打开吗 偶尔 小时候我比较爱 可是长大就还好 我赢我妹妹 你自己钱干嘛 我给她钱好了 我不太喜欢赌 赌钱 那你有最怀念小时候 什么事情 怀念嘛 我前阵子因为做节目关系 你跑去我的国中 说真的蛮怀念的 好 我画完了 这是一大鼓 因为我以前是鼓手嘛 这张专辑的 有四首歌 然后八首歌都有的鼓奏 是我自己录的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很久没打鼓了 然后呢 这个大鼓就是我的虫洞 旁边有一支乐高 请用抽到的道具 打鼓演奏指定歌曲 招财敬堡鼓主 小猪夫满下 一元鼓棒 OK 抓一下声音 好 准备来 对 都可以查一下 你看得到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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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直揍 OK 還有 好 哈囉 時尚哈希臘哥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咕咕李思維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為大家畫這個賀年卡 然後裡面有我的簽名還有一些小金元財寶 然後希望大家這個這一年都可以過得好年 然後想要得到它的話就關注粉絲團 然後這個影片就可以也就會得到它囉 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我的新專頁從東也發行了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上網聽一下喔 感謝大家 掰掰 新年的到來 當然不能少掉喜氣洋洋的紅色啦 如果你不想要穿著全身紅通通到處走春 但你又想要你的麻將能夠贏錢 我覺得你要嘛是穿上紅色內衣 不然就像我一樣擦上紅唇 我們今天這個開箱呢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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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已經把市面上所有的紅色 都搬到現場來了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我們趕快請我們今天的編輯小良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良 小良 嗨 你今天這一桌的顏色真的是 到底我們一個女孩子要擁有多少隻紅唇啊 我覺得紅唇就跟衣服一樣 你永遠不會少一件 你就是永遠都覺得少一件 但是看到了你又想要一直買 真的 對 明明紅唇就可以經過調色 但是我就是 我其實自己大概有十幾二十隻紅唇 而且不同的紅 那我們要怎麼入手紅色 我覺得大家應該對紅色有很多的誤解 對 其實我覺得一般的女生聽到紅 就會有一種 要變媚婆的感覺 因為對紅色大家會有點害怕 就是我想試試看 但是又很怕擦上去會很老氣 但其實我覺得挑紅唇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膚色 然後再去挑質地 跟你自己搭配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區是正紅 然後這個是屬於 磚紅 磚紅 很多紅喔 觀眾朋友幫我仔細聽 然後這一塊 梅紅 是梅紅 梅子的梅 然後那邊是 楓葉紅 楓紅 很時髦 超多種 因為我們也有分什麼血紅啊 什麼各種土紅色什麼的 我們今天全部都會至少給你聽 好 過年我們就是要紅紫紫 所以我覺得正紅色就是大家 必備要有的唇膏 對 大家以前覺得紅色就是一種紅 對 但其實現在的紅唇真的是 從質地上啊 然後擦起來有微霧感 然後又有光澤 其實擦上去在你的嘴巴上 其實都是 各種不同 不一樣的感覺 好 那首先我先介紹大家這一支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支唇膏 然後它是擦起來會有像Cachemere的那種 羊毛料的那種質地的唇膏 有這種質地 對 然後它就是為了過年 然後出了一系列的紅色包裝 就是把這個顏色推出來 就是經典的紅色 它就是有一種像羊毛熱料的那種感覺 然後連那種Cachemere的這種材質 都可以想得出來 對 然後你們看它的光澤並不是 它有點霧感 但是又有一點润 它又不是完全是像我們所稱的那種 Matte會感覺很乾燥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可是它在光線下面就是又會 有那種布料反色的那種質地 就是自然的綿質感這樣 其實它的顏色是 不是我們認為的那種很可怕的紅色 像我這個紅 我們等一下慢慢介紹 就給各位觀眾猜 我到底今天擦一下 像我這種就是屬於飽和度 非常高度 就是它一擦就是那個紅 它沒有 你要把它染蛋都比較困難的那一種質地 然後再來我想要介紹我今天擦的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這一支就是大家應該一定會有的 真的 這支我也有 對 這支就是400號紅 大家這個牌子不陌生 這一支最有名它叫做車拼紅 車拼紅 就是你要出去跟人家車拼的時候 你就要擦皺紅色 他們家就真的是你一擦起來就是那個顏色 它完全不會有色差 它就是會讓你有很有存在感 就是讓人沒有辦法忽視你 像我擦這一支啊 就是我在家擦這一支是這樣 我其實不會把這個就是整個口紅的輪廓線都描出來 當然除了就是唇膏啊 然後像唇筆大家現在也是 對耶 對 因為現在我覺得紅唇的畫法有好多種 不只是只有顏色的變化 然後如果你要去描繪真的很鋒利的唇闊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唇筆 然後你就是不會染到或什麼 因為你可以用這個角角去染你的那個邊邊角角 我覺得唇筆是蠻方便的 謝謝好攜帶 對 好攜帶 對手殘的朋友們 如果你的藝術天分不是很高 對 讓大家看看 就沒有印紙香這樣的唇筆 它的紅色 雖然它們都是紅 可是程度上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對 然後你看如果你要畫線 它就是邊線可以非常的明顯 我覺得唇筆是真的蠻好用的 然後呢 再看看這個顏色好了 我覺得這個紅啊 大家可能就會再覺得它有一點水潤一點 它感覺又介在粉紅色跟橘色的 對 那可是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偏光潤感的 對 比較水 自然自然的 沒有那麼有侵略性 對 就會比較小女人 比較溫柔一點的紅色 其實我覺得紅唇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跟你的底妝的顏色做搭配 做搭配 對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 欸 我好像擦了紅唇 我的皮膚要很白 但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觀念 對 因為其實紅色本身就會讓你的膚色變亮變白 但其實這時候你底妝白了一點 你再擦上紅唇 你的底妝就會過白 我覺得如果你選擇紅唇 你的膚色就是比正常一點 再白一點點也不要過度白 甚至就是你原本的膚色的自然膚色 然後擦上去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眼妝其實不需要過度的顏色 把你的重點放在紅唇的色澤 然後眼線一定要出來 OK 再來還有三種顏色 有一種顏色 是我今年新聽到的名字 楓葉紅 對不對 大家想一下楓葉的顏色 就是楓葉從綠色變紅色 其實會慢慢的改變 有一點接近黃 接近橘 然後最後變成很紅 其實楓紅這個顏色 它非常友善亞洲女生的皮膚 那像我們之前介紹過的爛番茄紅 或者是那個什麼胡蘿蔔紅 到底擦在哪裡 楓紅的紅再重一點 這個顏色是 我覺得是最適合我們 亞洲女生擦的顏色 我也好喜歡喔 對 那我們先介紹這一支 它好清淡喔 對 它很清淡 但是我覺得它很適合 疊在你的唇膏上面 讓大家可以調色 然後再來這一支 這個牌子大家也不陌生 這顏色好好看喔 對 然後可能它是 比較霧面一點點 我們可以來試色給大家看 大家看它的顏色 就真的風紅的感覺 可是好好看喔 可能有一點橘黃帶紅 就是這種顏色 腰落不落的這樣 對 就是霧面的 它這個是超級霧面 超霧面 我覺得很美 那我們再來試 這一支我也滿喜歡的 它也有一點 它要多帶一點粉紅一點點 它帶 它有一點紅 粉 有一點玫瑰 對 有一點 然後又有一點楓葉的橘色 好 再來我們 我其實還滿容易被我們節目騙的 沒有 開箱我自己都會去 是不是手一支 就想要買 對啊 好 那這支 這支我看好久了 它好漂亮喔 這個牌子 它這支9號就是最有名的 它就是再橘一點點 但是它又在 接近大地色細一些 這個時候已經是 楓葉都在地上 不小心被你踩過了 而且我覺得這顏色啊 你就是很實差 對 它不是只有 你隨時都可以擦 它跟我們一般的紅唇 想像的非常的不一樣耶 對 那再來這支啊 楓紅裡面算非常漂亮 這算是經典新色嗎 對 OK 天啊 它們家真的是有夠飽和 這個顏色帶有一種低調柔軟的感覺 對 很美 就質地也是 非常有氣質的顏色 沒錯 這些顏色去見長輩都很適合 就是楓葉紅的部分 對 接下來是磚紅 我超喜歡磚紅色的 因為磚紅其實就是土色 棕色再多一點 就是磚紅色 讓磚紅色跟磚紅比起來 再有態度一點 再有氣勢一點 對 就再更高一點 這個是他們也是 星星的一系列的唇膏 那它就是強調有五滴 五滴 對 說色葉我們趕快來 金老師幫我們開運一下 另外有一種就是魔法辣 就是你點之後 你要把這個咒語念上邊 就是你的光澤 然後你的顯色 就是讓它都非常 讓你的唇部非常的立體 對 就是3D的進階版 然後這個顏色我來幫大家試一下 它其實擦一層跟擦兩層的顏色 大家有發現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它這種我覺得就很適合要堆疊 對 那你想要矩一點 你就不要擦那麼多層 所以它說五滴的效果其實是這樣 它可以做孕染嘛 你就第一層顏色沒有那麼深的時候 可以做十外面的部分 就跟擦眼影是很像的 然後第二層的話 你可以慢慢往裡面擦 我覺得可以推薦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我嘴唇看起來會嘟嘟的 就是我會在擦完紅唇之後的 就是嘴唇中心這邊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唇珠的兩側 再加深 因為這時候你的唇珠跟你這個唇部 兩邊凸起來的地方 它就會感覺變立體 它其實跟化妝很像 再來看中瑤喜歡哪一隻 試試哪一隻 這是你剛剛一直很想要推薦的 它其實他們家就是為了今年過年 然後把包裝改成紅色色的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有喜氣耶 對 就打麻將要戴著它就對了 你知道嗎 對啊 它的質地也是滿 軟血潤 其實因為擦在嘴巴上的感覺 會更深 對 沒錯 因為我們的嘴巴是有紅色 所以大家在試色的時候一定要 擦在嘴巴上 會比較準 好 再來我們來試這隻好了 日系這一隻 就是比較水潤一點 這個完全效果不一樣耶 日系品牌它真的就會稍微低調一些些 然後它們真的很水潤 真的 感覺就是很好這樣子 再來是眉紅 因為我覺得眉紅超挑人 沒錯 但是眉紅其實就是帶一點 眉果紫的顏色在裡面 對 然後它其實它會讓你的 氣色瞬間有衝上來的感覺 之前很流行血色腮紅 其實血色腮紅就是帶紫色 對 其實它的紫色讓你突然就是 氣色有 可是又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紅色 它是有一種透透的感覺 我覺得紫色會讓你有一種 瞬間好像突然皮膚變成很溫暖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試這一隻好了 這隻剛剛中瑤一直覺得它閃亮亮 因為它就在這一群當中 它就是站出來的 對 然後它就是 其實它就是有那個亮亮的在裡面 這個真的看起來很80年代 它有那種金屬光澤 對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聖誕特輯 有介紹過它們家的其他顏色 是吧 好像是 然後我一直很害怕像這樣的 它會過於太誇張 結果它擦起來沒有 它只是帶有一點淡淡的珠光感 很美 對 那我覺得你去參加什麼聚會 Party 然後你過年 這隻它真的長得超級漂亮 嗯 閃閃發光 超級有喜氣 真的有過敵的氣氛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 它也是帶一點點紫 好粉紅喔 帶一點紫啊 帶一點粉啊 這個真的就是正宗 這個顏色的顏色 看它的顏色 它我覺得就是 欸 還不錯 這種顏色其實比較再可愛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就是你的膚色 如果有一點暗沉啊 或是什麼 你還是先校正一下你的膚色 再擦這種唇膏 會比較好看 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喔 對 我剛有看到這一隻 它又比那一隻的顏色 再更深一些對不對 這一隻嗎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這隻就更深 顏色可能 它擦起來也會反而更淡耶 它比較水潤感的 就是如果你喜歡水潤感 帶點可愛啊 你就可以選這個顏色 大家就是看了這麼多介紹之後 有猜中我嘴巴的這一個顏色 是哪一隻嗎 其實我剛有本來想說 要把兩個口紅的顏色混在一起 但是我這個一擦上去 其實我覺得它的顯色上 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它還是帶一點偏橘啊 對 那因為我今天 是為了要吃過年氣息 所以我選了一個正紅的顏色 大家有猜到是哪一隻嗎 在這一區 對 在這一區 剛剛沒有介紹 好 公布大家一下 好 這一隻 不能告訴你們色號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粉磚問這樣子 因為這一隻 因為我原本以為它這個顏色 它不會那麼的飽和 但是其實是走絲絨路線 所以擦起來效果超好 重點是我剛剛一直不停地 在露營的過程當中在喝水 它沒有掉過 而且我看到我的杯子邊緣 都沒有沾到任何的紅色 那好不好謝了 我就自己在我的私人的IG上面告訴大家 就是今天深受主食人最愛的就是這一集 對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對我們今天的這個紅唇 這系列就是有得到非常多的收穫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你很辛苦的把所有東西通通都帶來了 對 當然就希望大家過年 不論做什麼事都可以得心應手 對啊 不論你是去拜年 或是買呱呱樂 什麼去打麻將 都可以有好手氣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讓大家心情很好 因為就紅滋滋的這樣子 沒錯 還是要在這邊 再祝大家一次新年快樂 但是希望別走開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大家喜愛的 珍珍老師的一些 十二生肖的一些幸運小物 馬上回來囉 謝謝 謝謝你小良 謝謝 就到了珍珍老師的真心話時間啦 我們來歡迎珍珍老師 哈囉 對 其實我覺得新的一年 大家當然都很期許自己 新的一年運氣很好 但是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每一年 每一個時候我們的運氣 都是這麼的滿載 有時候如果我們的財運很好 可是我們的健康運 卻不一定那麼好 或是有時候我們的健康運很好 可是我們的愛情運不好 但其實呢 所有的不足的好運 其實是可以惡補的對吧 所以今天珍珍老師呢 就有幫我們 就是把今天這十二個生肖 分成了四組 然後告訴大家這些生肖 到底我們今年缺乏了什麼樣的好運 然後帶來什麼樣的幸運好物呢 來幫我們惡補 我們缺乏的那個運 對 對吧 那我們今天就不做占卜 也不做測驗 我們趕快來 請老師幫我們開運一下 我們分成四組 這一組的朋友的話呢 你們這一年比較缺的是 貴人運 這三個生肖啊 就是他們比較缺貴人運的原因 我 就是 就是因為啊 下一年做很多東西 你會覺得你要自己做 就是每一人會幫你 或者是會覺得 為什麼一直在做 好像都沒有做得很好 或者是 什麼都是一直在努力的工作這樣 一直在胡同裡面做 其他的人好像就是做三成 只有十成的效果 我只有做十成 然後你才有三成的功力這樣 就是一個勤勞的笨蛋 所以啊就是下一年啊 比較缺貴人或者是朋友啊 上市啊的幫助這樣 我會推占的產品就是這個 你會看到有水晶跟肥皂 它長得好漂亮喔 它裡面是有水晶的 它就是你會看到 其實它在後面啊 它有不同的星座 或者是不同的需要 例如說有愛情啊 有貴人啊 或者是有十二個星座 你缺等不同的能量 有幫你餓補一下 然後最後用完之後 那個水晶也是可以拿出來 放在包包裡面 這些就是水晶 水晶 如果你缺貴人運的話 我非常推占你有兩種的水晶 一種就是紅幽靈 這叫紅幽靈 對 另外一種就是彼得石 以前啊是擋降頭啊 或者是下骨的那一種 擋殺這樣 就是不好的能量的那一種 都是在擋的 沒有貴人運的時候就容易野小人啊 所以你要擋著他們這樣 是我啦 今天缺乏貴人運 只能靠自己多努力一些囉 快拿去 對 然後再來我們要看的是 兔龍跟我們叫它小龍好不好 比較吉祥一些 這三個的話呢 下一年比較確定是 健康運 不只是就是身體上的問題 也是能量上的身體的健康 比如說你常就是不開心啊 有情緒啊 或者是被環境的能量影響到啊 這個其實都會影響到你健康 因為健康心靈跟你的心理都是一個箱角形 它們都會互相影響到 你要保持你的環境啊 或者是自己的人正能量的時候 其實你的健康運作會好了 這是印度的箱 特別的推薦是這一款 它叫Nachampa 就是如果你在家裡面就是把窗戶關起來 把線上燒起來 那個煙會追蹤那個負能量在哪裡 可以清洗你的負能量啦 可能你們會認識比較多的就是白鼠尾草 另外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情緒常常的不好啊 就覺得悶悶的 也有不同的線上可以用 就是把你的能量調整好 然後你的健康都會變好 這個跟那種精油的療法就是蠻像的 蠻像的 因為香其實都是用淨油來做的 對 就是用味道啦 轉換心情轉換運氣這樣 如果就是說家裡面有寵物 什麼真的不能用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種 就是你看起來就是好像一個美容的小物一樣 就是放在臉上面推這樣 這個也可以帶來健康運 因為這個是用水淨做的 這個是黑曜石 然後你那個是粉晶 然後黑曜石是可以去除負能量的 一個人啦 通常你很負能量的時候 你的臉都會黑黑的黃黃的 看起來很沒有神 然後你這個一直在推的時候 你的臉會變瘦 然後那個血液也會比較通 所以負能量也能從你的水分裡面排走 再來呢 屬馬 屬羊 屬猴子的 他們這一年會比較缺乏的是感情運 就是這一年2020年 他們會容易有離合 離婚 分手 或者是符合 道別 對 道別什麼的 所以這一年他們的感情都容易就是浮浮沉沉 高高低低 感情的話呢就是如果男女關係 或者是跟家人的關係也是可以 OK 我會非常的推薦就是中間那三個 好 這個呢你會看到這個是什麼 魔法油 Magical Oil 這個裡面這是什麼啊 它其實是我師父自己在做的 你打開之後 吹一口氣 這樣的話這支油就是屬於你的 這個就是女性魅力 就是發出來就是感覺別人覺得 哎 你好美啊 你好漂亮啊 很吸引啊這樣 像擦荷爾蒙一樣的道具 對對對 如果平常你是希望就是別人覺得你很美 你就擦在你的脖子上面 肩膀 肩膀 對 脖子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 我真的很喜歡他怎麼辦呢 你就覺得你胸膚當點 對 所以這個好神奇喔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我可以偷聞那是什麼味道嗎 可以 那這是什麼 我看到裡面有這個 這個很特別 你說到味道的話 每一個人聞都不一樣 它有點像是乳油木的感覺 就是它裡面有檀香 就是香味 就是100%純金油這樣 可是它的功效只能三個月 還有分時間 對 三個月用完就沒有了 它的力量只能這樣 三個月 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就是水晶 裡面有個水晶 另外有一種就是魔法蠟燭 就是你點之後 你要把這個咒語念善遍 對 然後你會看到下面它會有寫 就是在月亮對的時候 才做這個蠟燭 因為每一天我們都有 就是月亮給我們的能量 有時候是適合做感情的 有時候是適合分離 或者是符合 就是不同的日子這樣 所以他們做不同的蠟燭 他們都會有不同的時間去做這樣 那最後一個呢 我們要進入是什麼 是雞嗎 超可愛 雞 狗 豬 對 他們呢 2020年呢 比較缺的就是 財運 這一年呢 他們漏財會漏得很厲害 例如說家庭啊 或者是買東西啊 去旅遊啊 或者是把錢一批一批都 花掉了 對 所以這一年他們其實 財運來的是沒有問題 可是出去的都太多 但是妳剛剛說露才會露得比較厲害 它不是只被人家騙錢吧 這個也有可能 就是一大批的錢 都會容易被人家拿走了 那我們趕快把財運補進來吧 我會推薦就是 這一個墨法蠟燭 它也是蠟燭 對 這兩個我特別想選過來的 一個就是 好香喔 這個就是財運的意思啊 這個蠟燭你不要小看 它只是一個紅色的蠟燭 它裡面是有那一種 有香料 有香油 有精油 或者是有 草本的東西 對 所以妳點出來 有一點香香的味道 光聞就有味道 然後妳要把妳想要的東西 寫在一個白紙上面 然後寫了我要什麼 千萬不要寫我想要 因為如果妳寫我想要的話 妳永遠都是妳想有 對 所以妳要想我有 我需要 我現在要 這樣 要堅定一點 對 所以妳去許願啊 去拜拜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 我今天希望我有什麼 妳永遠都是希望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有這樣 這個是一個 會什麼不理念的問題 就是妳說得不夠清楚 這裡就是有一個魔咒啊 就是妳要讀三遍 對 然後妳點了之後 妳的蠟燭的蠟 都溜到其他的地方去 這個就是露材的意思 所以妳要點到那個蠟燭沒有露位置 如果是平常在家裡面 能夠買到的東西的話 我會覺得妳要多吃橘子 因為橘子是可以 這是補材的 了解了 我們真的是非常謝謝珍珍老師 幫我們今年的過年補了一些芋 我覺得珍珍老師滿厲害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還沒有錄影之前 有跟她多聊了一些很多她的 她的事業生涯這樣 那如果對她有興趣 而且妳想要知道更多資訊的話 一定要進她的粉絲專頁 然後幫忙按個讚 或是妳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就是詢問她這樣子 對 OK到節目的尾聲 我們先謝謝珍珍老師 以外 其實剛才知道我前陣子呢 就是有去了一趟日本 所以為了要幫大家能夠在過年的時候 開一些好運 我就幫大家求了兩個玉手 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我真的要很怕大家以為我只是買一買 我就拿來送妳的 我其實有去過他們的那個爐 對 有取得 這個是他們的 這是就是除二運 就希望妳可以Lucky 就是很簡單的Lucky 不管妳做什麼 就是希望帶來一些好運這樣 這個是Lucky的 好 好 再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求心想事成的 它的顏色好美喔 對 也不一樣喔 對 心想事成的 這個也是去妳知道 投了一個幣 然後敲了一下 我還撞到我自己的腳 對 所以呢 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心想事成新的一年 好運連連囉 那喜歡想要得到的朋友 我覺得妳有把節目 看到最後的話 就算妳幸運 所以要記得 可以在我們的那個是 上hashtag的粉絲專頁上面呢 就是鎖定一下 我們的一些活動內容啦 其實今天這一集還蠻豐富的 因為除了鼓鼓 有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一些福利以外 我們有兩個小禮物 還有真正老師提供的 一些開運小物 所以今天算是 大家蠻豐收的一集啦 OK 我們要先謝謝真正老師 然後呢 下一集當然也不要錯過囉 我們要在這邊呢 代表這個 時尚hashtag 跟大家拜個年 祝妳們大年初一 新年快樂 鼠年新大運 好啦 那我們時尚hashtag 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